eeggo支援教学 在影音里面 有一个程式叫做 guvcview 这支程式可以搭配webcam 支援我们教学使用 那这支程式可以做什么用呢 它可以调整亮度 对比各种设定 那在影像档案里面 你可以看你这支webcam支援到多高解析度 像我这支1000多块的webcam 它可以支援到非常高的解析度 那可以设定存档的类型 照相存档的类型 也可以录影 然后 像我这张光碟 画面不对的可以选择镜像 反转 这样子它就跟我们正常 在使用的一个情形 可以刚好一样 那我们把它照相 我们靠近一点来照 这稍微会反光 这样不会反光 好我们照相 选择照相 好就 他就照一张相片起来 相片放在哪里呢 你可以在这里 看一下 我放在哪里 我放在图片里面 你可以更换位置 那影片我放在哪里呢 我放在影片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照出来的相片 刚才我们照出来的相片 在这里 这张相片 是我们照出来的 那这影像的 属性呢 可以看到 他是800x600 就是我们的 设定的 当然像我这一支 Webcam 支援高解析度 那你可以设定跟高解析度 那我们来尝试做一个录影 尝试做一个录影 在 在 这一支程式里面 在这里有录影 有截取录影 那我们来做一下录影 按下去 这个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在录影 开始在录影 我们移动 光碟片 或者是说 我们今天要看一个很小的 比方说 这是 遥控器 遥控器 我们设定 那我们设定 那录完影之后 选择停止录影 这个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 影片里面 就会有一个录影档 按两下播放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刚才录影的情形 就画面就录起来 这样就可以利用 简单的webcam的功能 然后达到15投影机的效果 达到15投影机的效果 这支程式相当的不错 支援我们 在上课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上课需要展示的东西 配合 webcam 来做一个 实际上的一个教学展示